嘿嘿嘿,我是龙龙,好朋友 OK好,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题 向爸爸借了500元 然后向妈妈 妈妈借了500元 那 买了一双鞋是970元 所以一双鞋是970元 还剩下30元 然后我还 爸爸10元 还妈妈 10元 OK,我还欠 爸爸490元,妈妈490元 欠爸爸490元 妈妈490元 现在问题是,很多人会问 这样子加起来是980元 OK 还有自己的10块钱 10元呢 总共是990元 对吧 总共是990元 请问还剩下的 10元 到底跑去哪里啊 OK 呃,其实这个东西哦 我们 有在学商科的人 我们在学 呃,double entry 我们在学 副试记录 副试部记的人 其实就应该要懂 怎样解决这题 因为这题其实是 呃,还蛮难的一题 然后 呃,如果是你有学过账的话 学过怎样做账 学过会计的话 就应该就要懂得怎么解释这题 如果你没有学过 如果你不会解释这题的话 这样就等于你学的东西 其实是百费的 那我们先讲一些历史啊 呃,那个历史就是 以前在讲双式记账的时候 我们讲回 副试部记啊 这个会计划 这个会计学之负 它其实就是记录了 呃,富士记账的这个东西 OK 假设你会 富士记账的话 富士记账系统的话 其实也就是double entry啦 你会double entry的话 其实你就懂得怎么做 这个是历史啦 那我们再讲回来 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做这题啊 其实 呃,富士部记也就是double entry 其实是很快的就已经可以解决掉这题了 OK 我一开始先借500元嘛 500元 所以 我是欠 以富士部记来说 我是欠88 500元 OK 然后 我会在 我的现金 会增加 500元 对吧 因为这是富士 富士 富士记账的威力嘛 对吧 那 我接下去的话 我又 向妈妈借了500元 那 我就去借 500元 妈妈 去借500元 我欠她500元 然后我的现金就多500元 那我现在 我去买了一双鞋 970元 然后 我就少掉970元嘛 OK OK 然后接下来我就还 所以这个970元 OK 和这个970元 OK 那我现在就还 还 妈妈 还爸爸10元 还妈妈10元 对吧 我就还 我还 爸爸10元 和妈妈10元 所以 我还他 10元 然后 我这边 还他10元 然后这里 还他10元 还他10元 所以题目是问 到底 还有10块钱 跑去哪里的 到底还有 10块钱 这个10块钱 跑去哪里的 OK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他这个写法 他这个写法 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OK 按照题目的这个写法 490 再加490 然后就等于 980 他再拿980 去加多一个10 就等于990 他就问 10块钱 跑去哪里了 OK 可是如果你在账面上来看没有错 的确 我们这里剩下什么 欠88 490 对吗 所以当你carry down blockdown的时候 你确实是欠88490 同样你欠妈妈 是490 你carry down OK blockdown的过后 是欠490 OK 然后你这里哦 你自己本身还有多少钱呢 你还有个10块钱 所以你carry down blockdown 这里整个1000块就没了 1000块就没了 1000块就没了 所以你还有10块钱 然后你的鞋子 是还有 970 现在问题来了 你这边啊 OK 我们讲一下这边是你的credit side 这里是你的credit side 这个是credit side credit side 所以总共这个 980 也是credit side OK 换句话说这980是credit side的东西 这是credit side的东西 OK 然后你这个10块钱呢 是debit side 是debit side 还有这个980 其实是 debit side OK 然后你这个10块钱呢 他说加上自己的10块钱 自己的10块钱 自己的10块钱 这个是debit side的 debit side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debit side OK 你怎么可以把credit side和debit side加起来呢 懂我意思吗 是不可以的 是错的 这整个市值是错的 你只有怎么说 你只有把credit side加起来啊 也就是这个 你可以说 正确的情况啊 正确的 情况啊 是 你把490 和490 加起来 所以我总共欠的是 980 OK 这是credit side的 欠的900块 10块 还有一个是 这个debit side 这两个 这个10块钱 这是我的现金 10块钱 OK 加上 鞋子 970块 这是两个 是debit side的 所以是总共是980 是debit side 这才是 真正的观念 你不可以拿两个 不同属性的东西加起来 是不对的 这个 这两个 不同属性的东西 这两个 一个credit 一个debit 怎么可以加起来呢 所以我们学账的人啊 就有这种好处啊 我们可以像 呃 刚才我们讲到那个 会计学之父啊 其实他是 他是数学家的嘛 这样就变成 呃 呃 1400多年 以来 1400多还是1500多年 以来啊 大家就可以 呃 很多人只要学会怎么做账 就像是一个数学家 可以把人人变成数学家 所以 其实很早的时候 呃 会计学之父啊 会计 double entry啊 也就是富士部计啊 其实就解决了这种题目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学 会计学部计的人 你完全不懂得 这题的问题出现在哪里 或者是你不会解释的话 其实真的就白学了 OK 我们的影片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大家